以弗所书 保罗去以弗所城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对此有记载 当时以弗所是一座大城市 也是敬拜希腊和罗马各种神明的中心 保罗在那里进行了两年多的宣教事工 硕果累累 带领很多人归向了耶稣 多年后保罗被罗马人囚禁 他在狱中写了这封信 以弗所书分为两部分 在前半部分保罗探讨了福音的故事 以耶稣和他创立的多种族教会 作为整个故事的高潮 后半部分用因此把前后内容衔接起来 在这里保罗探讨了福音 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影响 以及对我们的邻舍、社区和家庭的影响 下面一起来看看保罗的思想轨迹 书信第一章 以一首优美的犹太诗歌开篇 保罗在诗中赞美父神 在基督耶稣里成就的奇妙大事 在创世之前 天父就决定拣选 并赐服一群跟他立约的子民 这里指的是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中 亚伯拉罕的家族 而现在 借着耶稣 任何人都能被领养进这个大家庭 耶稣的死 遮盖了人最深的罪恶 和最惨痛的失败 我们在耶稣里 得到了神的恩典 保罗说 事实上这个恩典 为我们理解生命的所有方面 开启了全新的途径 保罗在一章十节说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 同归于一 基督是一种称谓 意思是弥赛亚 也就是君王 神的计划 就是以耶稣弥赛亚为中心 建立一个由新造之人组成的合一的大家庭 保罗说 当我们犹太人作为亚伯拉罕的后代 最先被拣选 进入这个大家庭 这个神圣的目的就变得清晰起来 但保罗接着说 你们 他指的是非犹太人 也就是外邦人 都听说了耶稣的事迹 和通过耶稣赐下的救赎 并靠着圣灵的工作 也被带进了这个家庭 这里他指的是使徒行传记载的圣灵 带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在耶稣里一起归入大家庭的故事 这实现了神在很久之前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注意 保罗在这首诗里 先提到父神 然后提到神的儿子耶稣 最后说到圣灵 就像保罗在福音书里所讲的 神的三个位阁一同工作 这听起来真是够酷 在诗歌后面 保罗用祷告回应 他祈祷基督徒不仅要了解福音 还要亲自经历福音的大能 经历到那种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并成为万有元首的大能 在第二章 保罗回顾了前面的内容 详细阐述了第一章诗歌中 提到的一些核心观念 尤其是神的恩典 神借着耶稣建立了一个 全新的多元文化的大家庭 保罗附述了非犹太基督徒 认识耶稣的经历 他们听到有关耶稣的信息之前 虽然肉体活着 灵魂 却早已死去 他们被困在一个没有意义 自私 又有罪的生命中 被黑暗的邪灵所蒙骗 奇妙的是 神因大爱和怜悯 拯救了他们 饶恕了他们从前的一切 把他们的生命 与耶稣复活的生命 连接在一起 让他们从死里复活 如今 他们是在耶稣里被新造的人 他们的喜乐 就是找到神赋予他们的 全新的呼召 目标和使命 他们不但看到了神的恩典 而且还被邀请进入 一个全新的大家庭 在听说耶稣之前 这些非犹太人 既与神隔绝 也与跟神立约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隔绝 实际的原因就是 在西奈山立约的诫命 向一道围绕 这个选民家族的屏障 把大部分非犹太人 挡在了外面 但耶稣成全了 摩西五经的律法 屏障被移除 保罗说 这两个族群 成为一种新人类 彼此和平共处 在第三章 保罗惊叹神会 特别选中他 把福音传给非犹太人 尽管他现在被囚禁 还是很感谢神 让他能见证这个 与神立约的家庭 已经扩展得如此庞大 保罗再次以祈祷 结束了书信的前半部分 他祈求神 让耶稣的门徒 借着圣灵的帮助 内心能变得刚强 领会基督 对他子民的爱 以福所书后半部分一开始 保罗画风一转 挑战读者在生活中 来回应福音 他在第四章 讲到教会的日常生活 虽然教会是一个 多元化的大家庭 但他强调 所有信徒是合一的整体 一 是这一章的关键字 信徒们同为一个身体 借着一位圣灵 合而为一 拥有同一位主 同一个信仰 同一种洗礼 相信同一位神 合一体现在所有的层面 但保罗又马上指出 合一不等于统一 他指出耶稣的新家庭 有很多完全不同的人组成 他们靠同一位圣灵得着恩赐 个人用独特的树林恩赐和热情 彼此服侍 彼此相爱 建立教会 他用了两个很精彩的比喻 把教会建成新的圣殿 信徒成为新人 让耶稣做他们的头 在书信后面的段落里 保罗不断提到新人的比喻 保罗挑战每一位基督徒 像脱去旧衣服一样 除去旧人 穿上新人 这个新人拥有被造实神的圣洁形象 然后他用一大段文字 来比较新人和旧人 新人不再说谎 而是讲真话 不再心怀愤怒 而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 不再偷窃 而是慷慨急语 不再传播流言蜚语 而是用话语鼓励帮助他人 不再报复 而是彼此饶恕 不再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情欲 而是培养出对肉体欲望的节制 不再醉酒 而是被圣灵掌管 保罗从四方面讲述被圣灵掌管的状态 前两方面是关于赞美 赞美的合唱和赞美的独唱 很有意思 保罗最先想到圣灵在基督徒生命中工作的标志 就是唱歌和音乐 第三个被圣灵掌管的标志是 凡事感恩 第四个标志是 圣灵促使基督徒彼此顺服 看别人比自己强 接下来 保罗把第四点扩展到基督徒的婚姻方面 如果一个妻子是基督徒 他就要顺服丈夫 并因着责任放下私心 舍己 优先考虑妻子的利益 保罗说 这样的婚姻就是对福音信息的演绎 丈夫的行为是在效仿耶稣的行为 耶稣的爱和牺牲 妻子的行为对应的则是 教会接受耶稣的爱和更新 接着 保罗把同样的概念应用在儿女和父母 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上 在书信结尾 保罗提醒基督徒 邪灵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妄图破坏基督徒的合一 并诱惑新人妥协 所以保罗挑战信徒们要站得稳 好像穿上了一套盔甲 保罗详细地描述了这套盔甲 他引用以赛亚书中 对弥赛亚君王的描述 来形容这套盔甲 作为弥赛亚的门徒 我们要让弥赛亚的属性 成为我们的属性 因为我们组成了耶稣的身体 我认为 保罗的意思是 基督徒要从建立习惯开始 主动使用祷告 圣经和与彼此的关系 来帮助我们每个人 在基督里长大和成熟 本书的信息丰富而有力 保罗总括了福音的故事 与福音会如何重塑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以福所书的经义